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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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时宋仲基就站起来 走到金秀安面前机长 又联系摸小女孩的头 众托助 韩乐台宋仲基与宋慧桥绯闻 调查乔妹下榻别墅太超过 韩电视台致欠宋仲基与宋慧桥绯闻传不停 早前传出朋友客离岛 韩星宋慧桥与宋仲基早前传出朋友客离岛 双方公司称是以不同旅游前往 否认飞门 但韩国MBC节目Section TV 近日透过女发私人IG找到她下榻的别墅 派遣团队进行调查 并从饭店人士得知乔妹居住期间 有名男子戴口罩多次进出 令双送链传闻慎沉上 不 过该节目拍摄手法 也因此引发争议 25日Section TV 播出后 韩国媒体报道 该客离岛别墅人士爆料 韩国电视台当时隐瞒了职业基目的 在未或允许下进行拍摄 指控其照片是非法的 对方称自己是韩国旅行社 入内后对别墅进行检查 并假装以拍照进行取材 报道指出 由于双送绯闻与公共利益无关 用偷拍方式调查 又公开女发私人IG照片似乎拍超过 MBC制造 回应 出于采访的抑郁 如果对采访来源及观众造成不变 深感歉意 节目组也称并非以偷拍 火狗仔方式拍摄 只是对双送在海外的绯闻进行了调查 我们并非派采访团队过去 而是委托当地人确认 照片也是当地的一般人用手机拍的 如果有拍摄过度的地方 非常抱歉 郭富城交其罕见晒运度 四只纤细好逼人 五十一岁郭富城 城城 于二十九岁中国小模方圆四月完婚 传方圆当时已怀女娲 早前也被拍到小妇微扑 不过两人对此颇为低调 但不知是否到了公开的时机 方圆总主动在微博擅出全身照 孕度明显 间接承认自己怀孕 方圆微博近期照片多一扇半身为主 未拍到运度 她昨天参加永恒经典 奥黛利赫本旋展上海站 罕见晒出全身照 只见她穿着威灵 黑裙及粗跟鞋 戴着墨镜高贵而优雅 由于裙子有设计出腰 令运度更加明显 不过她四肢依旧纤细 身材维持得相当好 网友纷纷只喊肚子肚子 真怀孕了 恭喜 手臂还是好戏 好美 有网友目测她的运度至少有五个月 预祝她生产顺利 梁朝伟55岁啦 刘嘉玲善受讨厌梁朝伟 收到一桌受讨过生日 影帝梁朝伟 韦仔 经过55岁生日 她老婆刘嘉玲凌晨 在微博善出庆声照 照片中梅仔面前白马大大小小兽桃 她背头看着兽桃满脸笑容 看来相当满意 刘嘉玲也贴心写下生日快乐 温馨替老公庆声 去年韦仔生日时 刘嘉玲就曾在微博晒出韦仔拿着兽桃 遮脸的俏皮肤去照 今年更加被晒出韦仔与整桌兽桃的合照 不少网友看了纷纷祝韦仔生日快乐 也有粉丝中呼求刘嘉玲晒出夫妻俩的合照 不少网友看了